如果说幸福有一把钥匙的话 这把钥匙是应该掌握在女人自己手里 还是在男人手里 当然是自己手里了 我讲一个故事 这一个女生她离婚了 后来找到一个对象非常美好 然后再去很幸福的生活 她就说我怕我自己没有这个工作能力 没有挣钱能力 又被老公抛弃 你知道吗 我说因为你不挣钱而抛弃的那个老公 她本身这个路手开 这种人你应该首先把她甩掉 你知道吗 所以这种东西 经营婚姻还得保护婚姻啊 保护你的权利啊 幸福在自己手里 永远在自己手里